近日 加拿大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大型集会游行 纪念反迫害25周年 各界声援并呼吁立即停止中共的迫害 来看加拿大多伦多的报道 7月20日 加拿大各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在多伦多举行720反迫害 集会大游行 25年来 法轮功学员坚持反迫害 得到了各界的支持与赞赏 你们的英勇就是坚持的那个抗争 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典范性的一个示范 怎么来抗衡中共 近期 美国国会全票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 加拿大各界也呼吁加强对中共的制裁 这就是一步前往成功的发展 质认,络预认,络预认的发展 政府的这个民主要证明 在法中共的人们举行 的质ascal 처방的账col上 人们举组托在中国以及日本人的账目 共同政府届 copying华民族 知道他们的核 industry 必须凌团指出不过 對中共和權利監獲罪犯罪 我們必須向監獄技術公司 由加拿大禁止 當天 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 從多倫多女王公園出發 穿過市中心 沿途吸引眾多民眾觀看 人們敢配法輪功堅持對真善忍的信仰 以及25年來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壯舉 令世界驚嘆 非常友善 非常安靜 非常安靜 正在寄出一個很好的訊息 我希望他們能夠展示世界 他們能夠爭取正確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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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禮他們 這是一個驚喜的運動 非常安靜的運動 非常敬虧的運動 民眾表示 希望儘早結束這場 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 期待社會回歸真善忍的理念 我希望他們能夠完全結束 我們所有人都必須有選擇 民族的運動 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更有力地 把這個信息傳遞出去 大家能夠在善與惡之間 能夠有一個分辨 選擇善良 拋棄邪惡 新唐人電視臺 加拿大都倫多記者站採訪報導 請下視頻